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讲第九奖 激励理论 这里我们四部分来谈 第一个是激励的定义 第二是激励理论 第三是有效激励的要件 第四是十一项激励人生的建议 我们在谈什么叫激励 激励这个motivation 是来自于拉丁语 是移动跟引发的意思 就是说在促使每一个人 在某种行为上产生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就会满足他个人的需求状况下 愿意为某人或组织付出他的最大的努力 现在企业或组织 我们也利用各种方式来做一个激励的方式 来引导员工内在的驱策力 来发挥潜能 志愿无悔的来拼命为企业或成就组织 那我们来分享说激励的定义另外一个管理顾问 叫做巴多尼 他讲说激励的意义就是身先士族 并且激发别人来跟随 他强调就是说激励不足是要扮演 这个拉拉队的加油的打气 共是一种领导的意书 你要让别人相信你 为你和组织工作 只有需要激励他们 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The Servant 仆人的作者 詹姆斯·亨特 他在Leadership 就是领导的看法里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是一个 领导是一种技能 用来影响别人 用来影响别人 就是说让他全心全力 来达到共同的目标 奋力不懈 那他谈到这个领导的时候 有谈到两个分野 什么叫做威权 什么叫做威信 首先我们来谈到power 这个威权就是说 它是一种能力 利用你的地位 罔顾别人的意愿跟情愿 强迫他人 为你做他决定的事情 那威信authority是不一样 威信是一种技能 它是运用影响力 让别人心甘情愿 为你的决定的事情来做事 那这里我们举一个例 他那个James Hunter 他又写了一本书 就是说Prinse的领导 The Servant 这领导模式图 他用这个导三角形的领导模式来说明 他当然是这个本书叫做修道院的领导启示录 那他是当一个西面修士讲师 他用普通领导的方式 用互动上科方式来写这本书 那当然他最下层说intent action 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 就一种趋势力 行动 欲望要做 加上行动 那这个有这个以后才会有决心去做事 那当然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要有爱 这个爱不是一个我们夫妻之爱 或是说小爱 这个是属于大爱 那我们讲说在我们西方也讲说博爱的精神 师比受共有福 罗有giving给予定灵很爱 那第二我们在老子也谈到说 圣人无常心 以百心的心为心 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以利他 不是利己的心为心 利他的心来做事情 也就是说那个在佛教讲说要有慈悲的精神 那不存私心推己己人 那孔子也谈说 那个所谓的好生之德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 己所不义互失于人 推己己己人的意识 那你有这个爱以后 才会有牺牲奉献 那牺牲奉献就是说 我们末教有谈到说 某点放肿 立天下而为之 见爱非公 这个就是说 你要这么牺牲奉献 你要爱以外要去爱天下 不能用不择手段去打天下的意思 那从头从自己做起的意思 就是牺牲奉献奉献牲 以前那个善书记 那个天主教善书记 他也推动这个牺牲奉献精神 那当然以前那个蒋经国总统 当国防部长的时候 他也用这个牺牲奉献奉献牲 来勉励所有的官兵 那当然你有牺牲奉献以后 你才会树立威信 你有这个威信 我们这个不是讲说威权 我们要注重在威信 就是说人家会照你的 有爱心 有牺牲奉献 遵照你的意识 来做领导的意识 所以领导的话 就是一般来讲说 国家的总统 企业的负责人 学校的校长 我们还是电视台的董事长 都属于这些领导人物 小字一个小单位 大字一个总统 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 这个是带新的方式 来处理事务的意思 所以从这一套我们来讲说 因为这里领导里面 在企业界也好 或组织来讲 最终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激励 第二是沟通 你企业大小事情的决定 百分之九十九的沟通的问题 那过来你要激励 用你的影响力 用你的资源 来影响你的干部跟部署 为组织来效力 才是好的CEO 好的领导者 这本书有上下册 我也建议大家 可以买来看 或是说上网去搜紧这资料 是相当有意义的 那我们讲到基地理论里面 我们当然会谈到说 有那个亚伯拉罕 马斯洛所谈的 那个需求层级理论 那这里是 在我们一般学教育的人 或是管理心理的人 都会在这一块 做很多的琢磨的研究 当然它从生理的需求开始 我们工作是为了填饱肚子 就是我们在薪手定金的时候 会考虑说 员工在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准 要多少钱 就这个意思 那过来 它这个填饱肚子 生理没有问题以后 安全的需求 生活安定 那我们提供工作的场所 职场是不是安全 那至于他工作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 那至于他家里 是不是也跟工作场所 能够关心他 一个标杆 那过来 这里就是说 爱与这个隶属的需求 就是说 友谊年纪关系 跟团体归属感 这里相当重要的一环 假如说一个人 没有办法隶属家庭 隶属一个社会 隶属一个宗教 隶属一个国家的话 是没有参与团体生活 是不是比较孤独 没有错 所以这一块 也是值得 我们来研究琢磨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停止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谈到说 友谊 人际关系 谈体归属馆 这一块是相当重要 那我们员工 有基本生活以后 他我们也成家以后 我们这一块就是说 最起码要让他认同 我们企业的文化 我们企业的一些典藏制度 我们企业的未来 我们企业的宗旨 那我们也鼓励他 多做一些 外面一些人际关系 关怀社会 关怀国家 这个 多认识一些 有意义的团体 让个人的成长 能够比较顺畅 也比较和谐 那过来第四个层面 是说我们有 这个自尊 尊重的需求 有自主性 受到尊重 所以我们有时候 从CEO 一直到我们最起身的员工 每一个人都要有 被受尊重的感觉 比如说 我们这次员工 做得好 我们给他激励 我们鼓励他 成就他 就像小儿子 刚一二岁的时候 他忽然间 帮你做一些动作 帮你拿一些鞋子摆好 这个我们鼓励他 他很高兴的意思 其实小儿子一两岁 他有这个知觉 只是不会讲话 他有知道 那我们成年人一样 我们员工一样 我们CEO一样 我们有时候在某方面 也希望组织社会家庭 给我们的一些期许 给我们的一些尊敬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说 从个人开始 去开始来关怀别人 也是我们 研习能力支援管理 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确保社会安定 所以这个尊重需求 也是我们认为说 职业无规见 就是我们在某方面 我们身为经营者 身为管理者 我们有义务去带给 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合伙人 我们的顾客 都受被尊重的感觉 这样子企业经营 也是我们一个宗旨之一 最后就比较高的 就是说 自我实现的需求 就是发挥才能 得到肯定有成就 这个就是说 好 我们谈到 我们员工的 职业生涯规划里面 就会谈到 最后就是说 如何去成就自己 我们时常在上课就讲说 投资他人成就自己 就是说我们先把爱 先带给别人 别人才费归我们的爱 所以当你的爱 从小来变大爱的时候 你的心胸是很宽阔的 你的心胸是跟天地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我们儒家也谈到说 天人合一 道家也谈到说 这个无为 这个自虚心所禁毒 到那一种境界 你就觉得 这个是宇宙 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自我实现需求 就是说最高的 你要依据我们员工的志愿 员工的人格特性 来适宜的 来他培养他 成就他 达到最后 这个我们马斯多 最高的成绩 那另外一个学者 佛列德霍资博他有提到两个基力的因素 就是说一个保健因子 一个是基力因子 什么叫保健因子 就是说 这个工作环境造成员工不满 比如说工作场所很黑暗 或者工作场所乱七八糟 或者员工时长恶斗 或者公司的政策时长改变 或者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事实上太严格 造成员工的不满意 这是比较负面的 负面的 叫保健因子 那另外基力因子 就像我们刚刚谈的 就是说成就他人 这些尊重他人 这些比较属于基力因子 让员工的工作满意 会比较好的 比如说成就感 被尊重 自我实现需求 这里就是跟我们 马斯多罗原理的最高级一样 自我实现需求一样 所以在西方的看法的理论 也是很适合我们自己 儒家跟道家的一些思维 那最后我们谈到 有关基力的要件里面 有关基力要件 我们会谈到说 第一个目标的设定 我们要员工做什么 要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的执掌 跟工作的目标 工作的准则 让他能够很容易达成 那不能说 还没给他一个准则 就让他工作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谈说 员工的在职训练很重要 员工的薪水训练很重要 这个道理 那第二 对工作本身更有意义 有挑战性跟成就感 我们让员工认为这种工作 是因为可以提高他的薪水以外 可以增加福利以外 是让他能够得到学习的环境 这个很重要 中秋军我们公司在招搞财务会计人员 那个当然印证的时候 他财务会计不懂 但是我们的缺失要做行政以外 还要做财务会计的 我说你财务会计不懂 但是你行政总务有做过 无妨 你愿不愿意学简单的收支 定律 收支原则 要不要 他说要 我要好 我们找你来培训 培训以后 我们买一个软体给你做 做了以后我们 从中学我们派一个干部指导你 你愿意不愿意 好 他愿意 那我们就录取 我们现在企业 当然是刚开始 是希望我们员工能够兼做几分工作 因为小企业 不是大企业 小企业 大家是 员工 大概我们能够多分担几分工作 因为现在是唯利时代 那当然是 就比较能够符合企业的需求 那第三就是 员工若有公家绩效 可以得到一些报酬 上市赏市 或是加薪 升迁的一些机会 其实我们从事的物业管理业 其实我们年轻人高中毕业 或者是当完兵 或大学毕业 二十几岁都可以做了 但是你好好做一年两年 一定可以身为基层主管 但是往往我们的干部 我们的基层员工 他就是耐步走那种忍耐 学习能力比较差 当然这个社会有点影响 所以我们也很在乎这一块 产关系怎么去配合 我们的训练制度 我们的基层劳工的看法 是要跟企业跟社会有接轨的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 让员工工具有绩效 其实政府也好企业也好 要发很大的精神来研究 为什么我们员工做完五六个月就跑掉了 没有做完一年两年 我们24岁到30岁的基层员工 为什么流动力这么大 这也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 第一是乐于工作的职场 比如说我们提供比较温馨的工作环境 乃至企业为了展望 这一块也就是说 譬如我们的企业都会有一些职场的一些规范 每一年每一年有工作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我们员工 把自己工作的地方整理得干净一点 那现在的时下 年轻人是比较不在意这个职场环境 那往往我们有时候 基于我们的行业别 有时候政府机关会来检查我们的职场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职场看起来比较干净 舒适 是有经过训练的一个小企业 所以这方面也是蛮重要 那最后就是说 员工有参与组织的决策权 那当然这个也不是每一间企业能够做得到的 而且我们也许许说 慢慢员工会变干部 干部会变成决策阶层 让员工能够提早 从基础员工派代表参与我们决策 开始到干部的比例比较多 参与我们决策 这个是假如说共同形成一个 上中下一个好的沟通协调的话 产生来的一些管理的规范 或者说各种准则的话 就比较容易来执行 来推动 这是有效激励条件的五项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又会给例 有一个惠普公司 叫HP 它的那个根本的人生哲学就是说 以人为本 就正如我们鲁家谈的人本主义一样 这个人是包括顾客跟员工 我们相信人是本善的 人们愿意把工作做好 People want to do good job 所以惠普推动这个是实习跟导师的制度 有资深的员工来担任实习的导师 实际教导 还有实际的考察 让他来做这个工作 把男的问题把它解决掉 就只要费普对这个员工纪律部分也是相当注重的 薪资是纪律制度的一部分 但是其他的福利 其他的一些工作环境 还有一些福利制度 乃至于做中学 Phil Feb的导师跟实习制度 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个留人的政策之一 我想有效激励条件里面 这个Phil Feb公司实力 也值得我们来研究 来参考 这里我们先讲到这边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那最后我们讲到九地四十一项的基因人生的建议 大家知道Bio Gaits 他有一次在一个大学中演讲 对大学的毕业生提出 十一项的激励人生的要义 一 人生是不公平的 习惯接受吧 我们佛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假如说先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 我们要如何开窗未来 可能比较重要 第二 这个世界 不在乎你的至尊 不在乎你所做出来的成绩 然后强调感受 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塑造说 我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哪里 不能整天验身载道 那第三说 你不会一离开学校 就有百万的年薪 你也不会马上 会有公司配给你的手机 这个都要需要你努力来获得的 就是说我们新鲜人面对新的职场 我们是要一步一步的来累积你的工作经验 来成就你自己的未来 那第四呢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老板很凶 等你当老板你就知道 老板是没有工作保险的 像这个我们也市场也很多经验 有很多企业 他活不了明天 因为可能是外在繁星影响 也有可能他一失足 那个误触法律 有很多种原因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工作之一 我们宁愿相信老板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 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老板是 很明显维护法令跟道德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 不要跟随他 也是OK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体谅别人的时候 也体谅老板 这也是蛮重要的 第五呢 在数十年打工并不可耻 因为你的祖父 对煎汉堡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这里我们提到说 以前有一个政治人物讲说 大学生打工好像笨蛋 这个说词其实也不大对 那我的儿子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爸爸我可以打工吗 我说你去打工 不要在乎赚钱 要在乎说你怎么去付出你自己 因为学会爸爸妈妈给你出了 那师母会给你出了 那你在乎说学到社会经验 但是你去任何一间公司打工 这公司是比较有规模的 这公司也不是 看起来没有信誉的 这个是很重要 你去学习 如果把电雇好 如果学习三代顾客 是相当重要 第六就是说 如果你一事无成 并不是你的父亲的错 所以不要对自己的错 法老少 从错误中去学习 我们都会有错误 在乎说你要不要去改过 我们有接触到很多宗教 他们在乎说灵魂的洗涤 最重要是反省忏悔 就是说你对你做出的事情 你是不是有认为你不对了 你是不是有认为说 你要需要跟对方来道歉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所以反省这个是introspection 这个反省不管是在西方宗教也好 我们中途的道教佛教也好 都很在乎这个反省的功夫 那第七呢 在你出生前 你的父母并不像这般的无趣 他们变成这样 是因为忙于你的开销 帮你洗衣服 你有时候会时常吹嘘自己怎么样了不起 所以在你要做事前 要离开前 就是说先把你的房间搭理好一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 建议我们年轻人要去当兵 就这个因素 去当兵的时候 你的长官 你的班长 起床前会叫你起来 要你把棉被折好 折像豆腐干一样 这是一个历练 历练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我们时下的年轻人 我们同学们比较缺乏这一块 当然我们有时候 要进入一个企业 在日本很注重纪律 其实可以很纪律 5S也是以10K为中心 纪律是蛮重要的 所以从这边我们在某方面 我们来学习 我们来学习 先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 让自己有一个准程 有一个距离 再出发 相当对的 第八就是说 在学校里可能你是赢家或输家 这个就是言之过早 学校不但给你机会 找到答案 真实人间是没有这回事 这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大学教书 我们的学生 当我们考试作弊以后 发现以后我们感到很难过 成绩不好 我们可以想办法补 有期中考 期末考 平常考 你只要学习能力好 愿意学习 我相信大部分老师都会给你通过 但是问题你作弊的时候 你被抓到以后 我们很难去解释说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带小钞回去作弊 那好 你有品德有瑕疵以后 你到社会上 万一你今天带个小单位 担任一个会计才会出纳 那你一下看到一两百万 你心动了怎么办 你今天到云郎上班 你接触都是钱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一块 所以我们学校在教导我们的时候 要我们教导学生的时候 这一块要求相当重要 就是说品德很重要 很多企业要生经理 要生副总 来生总经理的时候 品德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专业都一样 学识也一样 表现也差不多 在乎你的态度跟品德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 我希望跟同学共勉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学校毕竟可以原谅你 你出社会以后 你要面对法律 法律不会原谅你的 那第九说 人生没有寒暑假 人生不是学习制 没有一个雇主 有信息帮你找到自我 请用自己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用自己的时间 来为自己规划 自己的职业来规划 这个很重要 新年度开始 就是在我们教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年度开始应该奠定 我们今年要做什么计划 今年必修的课程 把它修会以后 我多一个选修的科目 选修跟我这一块学的不一样的课程 譬如说你学会计的 你可以去选修日文 选修德文 因为你财务出生以后 你出社会以后 你多了解一个语文 多了解一个沟通工具 你的成长机会就比人家快 你的核心能力培养就比人家快 所以这个是 我们也期许学生共勉制的地方 那第十呢 电视上演的并非正式人生 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要离开咖啡馆去工作 当然他这个西方的看法是咖啡馆 一般讲说他三天 像我们去英国去 很多咖啡馆都会喝了咖啡 他们也在咖啡馆里面 聊天嘛 那就是以我们思维就是说 当我们去看电视的时候 有些电视是虚构的 也有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人生 还是要恢复我们原来的生活 如果去照顾自己 如果成就公司 你会为社会来贡献 是值得我们来想的一个问题 那第十一最后呢 对苏呆子好一点 你未来可能是围起工作的一部分 或是你非提他工作 我们谈到激励 这个是相当重要 就是说我们从个人开始 乃至于当一个小职员 或一个干部 或者一个做劫策者 我们在当职员的时候 我们同仁互相激励 互相勉励 那我们当干部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职员 我们的部署 在某方面 他表现出我们意欺之外 比较好 那我们就给他更多的鼓励 那对决策者也一样 我们对干部 对部署 他表现不错 他能力很强 我们要激励他 让他成就公司 成就他的未来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